父亲节就快到来了 原本上个礼拜五这个五六点 大家准备要下班 开开心心的要来过周末的同时 有一批人被迫留下来加班 甚至还有很多本来在休假的员工 因为公司的一通经济电话 返回了工作岗位 是谁呢 那就是台积电的员工 因为一向被外界视为资安防水 做的滴水不漏的台积电 上个礼拜五的傍晚 居然发现遭到了病毒入侵 而且这次是直接入侵到产线 而公司在第一时间 出动了数百名的员工 不管在上班的留下来加班 或者是已经在休假的 赶回来要来加班 为的就是在60个小时之内 完全排毒 而这次的事件堪称是一记重锤 尤其是发生在台积电的创办人 张忠谋退休后不久 更是引发了市场上的诸多揣测 先待您回顾到上个礼拜五的傍晚 在台积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8月3号遭到了病毒入侵 而且这次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新机台在安装软体的过程当中发生失误 台积电的产线 当然他们有旧有的设备 要新买设备新安装机台的时候 他们的机台都是跟外包厂商买的 而外包厂商把这个机台做好送来 里面灌好软体之后 台积电的员工再把这样的机台 安装到他们原本的产线当中 按照原本SOP应该要有的作业流程 他们应该要先把这个新的机台 做全新的扫读 确定都没有问题了 才能够安装到原本的产线 但似乎现在是不是有员工 没有按照SOP的流程 或者是外包的厂商出了一些原因 所以在这个新的机台 没有经过完全的扫读之后 其实里面有病毒 而没有经过扫读 就安装到了所谓旧有的产线上 这个病毒就传送到台积电原本的产线 所以才会造成这次这么大的失误 而这个影响呢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第一个出货的部分 如果说延迟了这么几天 那出货第三季会不会有影响 这是第一个大家担心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第三季的营收 有可能会冲击掉3% 毛利率也有可能因此会掉一个百分点 法人甚至最担心的就是台积电 在第三季的晶元数量 预估将会减少数万片以上 好 最近事情发生之后 当然第一时间台积电赶紧出面澄清 像是他们的发言人财务长何丽梅就说了 其实台积电不是第一次遭到病毒的攻击 但是产线被病毒攻击这可是第一次 而台积电还挂保证说 目前为止呢 在他们炫在产能损失的部分 在第四季将能够全数追回 所以虽然这一次出货有延迟 虽然第三季的营收有可能会掉 但是全年以美元计价的营收 成长7%到9%是没有改变的 为什么讲说是美元营收呢 因为台积电做生意收的很多都是美元 那如果用美元换算回新台币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汇率方面的影响 所以他们才说 以美元作为营收的这个基准呢 目标是没有改变的 那当然这个中毒的消息 也让今天台积电一开盘 就中错了1.2% 还好开低之后 第一阶的买盘进场震荡走高 5盘看到了这个跌幅渐渐收敛 而中场就下跌了1.5% 跌0.6% 最后中场收在245.5% 而针对这一次的中毒事件 外资圈又怎么看呢 因为今天下午5点钟 魏哲家总裁亲上火线 对外辟谣的同时 很多外资法人 都是直接跑到现场 来听听总裁怎么说 而在这次的事件之后 外资却普遍还是认为 这对台积电的影响 应该是短空长多 因为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像是外资日新证券 日新证券就说 如果最先进的7nm制程 受到影响的话 这个生产就会受到重大的冲击 而且很有可能是 大家非常担心 新的iPhone有可能会延迟出货 所以今天现场有法人 问到魏哲家总裁说 是不是真的最新念进的制程 遭到了冲击呢 好 魏哲家总裁的回应 我们稍后再来看 而美系外资说什么呢 美系外资出具的最新报告认为 这个电脑病毒感染啊 其实只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它重申中立的平等 目标价为止在229块钱 好 虽然有人看得比较保守 但是也有人持中立的看法 像是有一家欧系外资说了 至少有两个月的缓冲品 也就是说台积电 他们现在的库存 就算发生了这样的病毒 偶发事件 但是他们的缓冲品 至少还有两个月的库存 所以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而经过了这次的事情之后 看到了欧系外资 还是给予台积电 优于大盘的平等 目标价为止在270块钱 不过大家担心的是 这个资安的问题 势必未来只会越来越多 因为不管是先进化的制程 或者是自动化的设备 面对了病毒的入侵 接下来不管是企业 或者是各个国家 都是严正以待 像是世界经济论坛 就说了 未来5年 企业遭害的损失 将会上海8兆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245兆 所以在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 受到了这样的震撼弹的同时 的确也让全世界 与之警惕